石雕班成立于嘉义民雄 由民雄文教基金会推动 每年春秋朗季都会开课 以石头作为创作媒介 就学员持续精进 新成员莫索成长 我们继续代言他们 就是用一个比较准确的教学模式 让他们进入一个石雕的轨道 考量石雕创作时产生的反泄 以及高分贝音量 石雕班曾面临上课地点的难题 也在学员的协助下课服 目前秋季班也顺利开课 以造型艺术作为本学期的主题 带领学员从雕塑入门 逐步学习 来自四面八方的学院 接触雕刻的时间长短不同 却拥有相同的热忱 碰撞出火花 在今年嘉义市举办的 石雕雕刻争鉴竞赛中 许多学员都获得奖项的肯定 我没有想到说 这几年石雕竟然改变了我的生命 让我换了不同的跑道 然后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快乐 跟日系心 大概小肚子是我第一个雕塑作品 很像是我的小孩啊 蛮有成就感的 而且可以让自己心念还蛮沉浸的 然后作品前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好像每一个都用自己的宝贝 石雕能塑造的创作不只有时候 还寄托了学员彼此的生活记忆 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期盼未来 石雕班能孕育更多在地艺术家 让民众加深对石雕工艺的认识 中正一报 郑渝君 周家慧 嘉义民雄报导